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电影《花样年华》中 周沐云在临别前韩晴默默地对着苏丽珍说道 苏丽珍双眼注视着她却一句话没说 用沉默结束了这段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感情 电影中周沐云与苏丽珍的结局让人一难平 现实中梁朝伟与张曼玉的故事 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遗憾 梁朝伟曾说过张曼玉是唯一一个让她疯掉的女人 但她扭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将刘嘉玲娶进了家门 不仅在梁朝伟这里 张曼玉被无情地抛下 在其他恋情中她也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张曼玉的故事 1964年张曼玉刚出生没多久 就被父母带去国外生活 对于小时候的事情 她一般都不太喜欢谈起来 就连在参加访谈活动时 张曼玉也从不开口提及自己的父母 在张曼玉的印象中 童年的她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关于父母对她的爱 直到长大后 她才逐渐与父母和解 才理解了母亲为何对她那样严格 国外的育娃方式都比较开放 但是张曼玉的父母 并没有因为居住环境而改变教育女儿的方式 依然使用着中国式传统的教育方式来对待女儿 张曼玉上面有一个姐姐 姐姐做任何事都很优秀 不管是学习还是在家做家务 她总能得到母亲的夸赞 但张曼玉跟姐姐恰恰相反 她总是被母亲骂 被骂是张曼玉常有的事 情节严重的时候 母亲总会拿着一根木棍对她的背后敲打 那次因为作业没有完成 张曼玉的母亲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 电话刚挂 张曼玉的母亲就拿起了放在床头的小木棍 直接走向在花园里玩耍的张曼玉 母亲三步并坐两步地走来 二话不说 直接用棍子的另一侧敲她的后背 疼得张曼玉一边躲 但又不敢大叫 小的时候张曼玉很瘦 母亲总是给她起很难听的外号 叫她麻辣干 以至于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丑 为此她从那个时候 就形成了比较自卑的心理 直到长大后 她再次回到香港时 张曼玉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个美女 走在香港繁华的街道上 身姿曼妙的张曼玉 就感觉到路人对她投来的目光 十个男人有九个 慧情不自禁地扭着脑袋注视着她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跑过来对着她搭讪 能不能请你拍摄一组照片 我们可以给你报仇 张曼玉的五官很小巧 只要略施粉袋 就能起到惊艳所有人的效果 她的脸上不仅能看到清纯玉女的形象 更能看到风情万种的形象 这样的美女又有谁能不沦陷呢 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拍摄 张曼玉才算是正式踏入了娱乐圈 而她的感情也因此一触即发 1983年 张曼玉受人推荐去参加了香港的选美大赛 虽然在那里并没有拔的头筹 只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张曼玉去英国参加了世界选美 获得第15名的好成绩 两次经验众人的亮相结束后 张曼玉的颜值得到了香港TVB老板的赏识 随后就被签约成为了一名艺人 随后她遇到了一位设计师 两人属于是日久生情 很快就追入了爱河 并且据说当时两人还同居了 但是很快张曼玉发现这个男人身边的女人 不止她一个 立马搬了出来 与她断了关系 刚出道第一年 张曼玉就收到了大导演王金的邀请 与当时的演技派钟楚红 陈百祥一起出演了青蛙王子 在剧中 虽然张曼玉的样子很美 但是完全被钟楚红抢去了风头 原本就很自卑的张曼玉 在听到大家的言论之后心情很不好 所以总在化妆的时候偷偷哭泣 那时她的化妆师来自韩国的Kim 就经常安慰她 时间一长 张曼玉在她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很快两人就成为了男女朋友 Kim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经常会给张曼玉意想不到的惊喜 有一次 张曼玉为了向朋友炫耀自己的男朋友有多浪漫 将她送给自己的手写信 拿给了朋友看 殊不知这个朋友是个记者 刚看完后脚就去曝光了 就这样张曼玉的这段恋情 因为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说来也奇怪 只要每当张曼玉一分手的时候 她的事业就会得到突破 与那个韩国人分手后 张曼玉与武打巨星成龙就合作上了 1985年 警察故事让张曼玉体验了一把武打戏 当时的她对动作戏并不熟悉 但是与她搭档的成龙大哥却是一个专一的武打演员 据说当时在拍摄时 成龙曾经责配过张曼玉 说她不敬业 对待工作马虎 因为张曼玉在一场动作戏中使用了替身 虽然成龙大哥的话让张曼玉很难过 但是自从她说过以后 张曼玉就不再用替身了 所有的片段全部自己上 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 张曼玉还因受伤去医院缝了17针 她的坚强与认真 让成龙大哥对她刮目相看 此后她也成为了成龙大哥电影里的备用女友 随后张曼玉又接到了导演王家卫的电影 《望角卡门》的邀请 并且担任了里面的女主角 与她搭戏的是两位天王级别的大咖 刘德华和张学友 这部电影当中在刘德华的帮衬下 张曼玉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靠着这部电影 张曼玉不仅首次获得了金像奖的提名 还在张学友的牵线下再次遇到了爱情 1988年《望角卡门》杀青之后 张学友与陈自强邀请张曼玉到家中做客 刚到家里张学友就开始不停地询问张曼玉是否单身 想要给张曼玉介绍对象 张曼玉的第三任男朋友尔东森 这个时候登场了 那时他也是刚刚出来的导演 在导演界发展的势头很猛 见到尔东森的第一眼 张曼玉就率先对他动了情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张曼玉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 为了让尔东森喜欢上自己 张曼玉几乎所有的要求都帮他实现 只是这段感情 一直都是张曼玉在迁就着尔东森 时间一长 哪怕是再喜欢也会感觉到累 三年后两人这段不匹配的恋情 终于还是结束了 刚分手没多久 张曼玉不脱袜的人 让他将金马奖的影后大奖 搬回了家 1991年双城故事的拍摄 让张曼玉再次出国 在那里他遇到了下一任男友汉可 他是电影里的美术指导 朝夕相处之下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张曼玉变得浪漫了许多 一开始学着之前的男朋友 开始写情书 只是张曼玉太天真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他们分手后 马克因为钱 将张曼玉的手写情书 卖给了媒体 张曼玉受到了大家的谩骂和嘲笑 为什么嘲笑呢 因为这封信中多次出现了错别字 张曼玉也因此扣上了个 没文化的标签 分手之后 张曼玉就出演了阮林玉 随后金马奖的影后 还有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就花落他家了 让张曼玉的事业再次更上一层楼 1993年 一个让张曼玉人才两空的男人出现了 宋学奇 一个搞房地产的商人 两人是在飞机上相遇的 刚刚遇见的时候 宋学奇的生意还很旺 家产还很雄厚 张曼玉为了好好跟他在一起 将自己的工作全部都推掉了 可一年后 宋学奇遭遇了经济危机 所有的事业基本上都废了 这时他把手伸进了女友张曼玉的口袋 张曼玉直接给了宋学奇一千万 让他专心搞事业 但张曼玉太天真了 宋学奇拿了钱 生意失败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因为他娶了另一位 比张曼玉还富的女友 被感情伤透心的张曼玉 化悲痛为动力 靠着甜蜜蜜 再次将金马奖 还有金像奖 抱回了家 随后恋爱恼的张曼玉 又与一位发型师 谈了四个月的恋爱 发现两个人之间 没有激情的时候 选择了分开 1996年 张曼玉前去法国拍摄 《迷离节》期间 与男主角阿萨亚斯 因戏生情 两人与1997年订婚 张曼玉还在电影 《花样年华》的开拍现场 宣布了婚讯 刚刚成为别人的新娘 张曼玉就与梁朝伟邂逅了 导演王家卫 对这部爱情片 要求十分严格 一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 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张曼玉与戏里的搭档 梁朝伟着夕相处 就是为了将戏中 暧昧的氛围 演出更加真实的效果 那时的梁朝伟与张曼玉 两人都不是单身 他们都有自己的另一半 并且是公开的媒体 都知道的那种 梁朝伟有刘嘉玲 张曼玉有阿萨亚斯 梁朝伟与张曼玉之间的感情 也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两个人之间扑朔迷离的话 为电影《花样年华》 做足了铺垫 带到该电影上映 票房一路飙升 嘎玉电影节的红毯上 刘嘉玉 梁朝伟 还有张曼玉三人 身穿白色礼服 并肩而行 而亮点就在梁朝伟的手中 梁朝伟一手一个 左边站着张曼玉 右边站着刘嘉玲 随后张曼玉离婚了 可梁朝伟却结婚了 周牧云与苏丽珍的感情 也就不了了之了 感情上 备受争议的张曼玉 此后并没有收手 似乎有些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决心 她要将爱情进行到底 在那之后 张曼玉又遇到了Gilam 两人在一场聚会中相识 因为比较谈得来 便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 但后来据说 是这位男友已经结过婚了 张曼玉马上就与她分开了 随后 Oly Share闯入了张曼玉的世界 还有小她15岁的歌手A Dream 他们均在张曼玉的生活中 停留过片刻 但是没有一个人陪她走到最后 细数一下 她张曼玉的情感经历 根据网上的报道 算是有11段 可能是被爱情伤得太重 又或者是看透了世俗 在她身边的只有一条狗狗 现在的张曼玉虽然看上去 不再像以往那样生动活泼 但是这样的平静的生活 或许才是最适合她的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